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你觉得香港的未来还有没有希望? 有人说没有 有人说香港地方太小 发展阻滞 有人说香港社会撕裂 连轻人都是废青 但是你看到的是不是一个真实的香港? 其实一直以来 重量都非常支持香港 我代表中国人民解放军 从香港部队接管制营 你们可以上港 我们上港 人生中有欢喜 难免亦常有泪 我们大家在狮子山下相遇上 总算是欢笑多予喜怀 人生不免欺概 难以绝无挂累 何时同舟在狮子山下车 共济抛弃去分头共挤 放开彼此心中 茅团理想一起去醉 其实一直都有人全力为香港创造未来 虽然在以前遇到很大的困难 但是我相信我们香港人的 狮子山下的精神会复占得很快 香港已经重返这个正轨 重新踏入这个撥乱反正的轨迹 其实香港发展机遇正向你迎面走来 截至到4月30日 一共有321间企业 就着这个计划提供了 5394个职位空拳 停一停 想一想 如果你工作生活的地方 从1106平方公里 变成了5.6万平方公里 如果有这样一个地方 可以全力支援你的发展 为你定制专业服务 香港政府推出了很多大湾区的就业实习 和创业计划 如果有这样一班人 跟你差不多年纪 而且志趣相投 其实在两三年前就会见到 有很多香港的经验朋友 都会过来深圳这些创业 大湾区是香港的经济机缘 我已经准备好了 你准备好了没有 不要再等了 只要有机会 就值得去做 过去一年 在中央的支持下 香港特区整体的情况 出现了根本性的正面发展 去年六月底 全国人大参议会 制定香港国安法 并在香港颁布实施 彻底的改变了 之前长达一年的社会动荡 暴力破坏 以及人身安全受到威胁的 灰陷局面 也让国家安全在特区得到保障 我有信心 香港无论在经济 民生 社会发展方面 都会迎来更好的未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唱出你的热情 伸出你双手 让我拥抱着你的梦 让我拥有你真心的面孔 让我们的笑容 充满着青春的骄傲 为明天献出虔诚的祈祷 谁能不顾自己的家园 我们下期见 最后一会见 我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